金曲獎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有情感的頒獎典禮 應該是最有情感的頒獎典禮 對我個人來講意義盛大 然後又是在台北 又是這個一年一度的音樂界 最有情感的頒獎典禮 最大的盛世 所以我今天非常的感動 非常驕傲 雖然我沒有入圍 去年也沒有發專輯 但是我能夠出席 我覺得非常高興 然後看到金曲獎的號召力 看到這個國際化的一個盛世 我覺得非常的驕傲 所以看到誰 很多我都看好 很多 真的 我很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多的同事在現場 對 很棒啊 很棒啊 今天很多人都來了 對 我看到星光大道 因為我都是現場直播的 我可以在網路上 我就已經看到這麼多的閃亮的星星 走路我們的星光大道 我覺得很刺激很興奮 我很期待等一下進去跟大家見面 是嗎 借的啦 等一下要還了 可是可是他有個特點 就是他還沒有上市 對 這個是明年的 所以 很多人就說 欸 今年流行怎麼樣 我說明年流行 還是第一個 對對對 這個燕尾服 加了 胸張別針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方式 算是一個新的 喔 比較 比較霸氣啊 對啊 比較沈穩 有沒有覺得我的步驟也比較穩 嗯 向建歡 他還沒有 他快了 快了 所以就覺得他也是走路 比較穩一點 應該過幾個月就 就完全到位了 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